接下来我们要讲未涡保守特性的应用 我们会用到的概念就是前一支图片最后讲的 未涡会等于绝对涡度除以流体的厚度 这个在未涡保守的时候它会是常数 那这个形式我们会叫它是RASPY Potential Voticity Conservation Law 是罗氏培未涡保守定律 这个定律在应用的时候有两种情况 那我们先来讲没有地形的情况 就是地表是平坦的没有山脉的情况 那表示H是常数 就是我们的对流程的厚度会是常数 分子的绝对涡度 就是相对涡度加星星涡度 这个加起来也会是常数 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示意图 这个画的是水平的气流 所以这里有坐标走 这是X跟Y所以是水平方向的 那我们先看左边这半边 这半边画的箭头黑色的箭头 这个是代表西风 往东边吹是代表西风 西风也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它吹一吹 然后因为某种原因就往北边转 往北边转的时候 这个是逆时针旋转的情形 所以相对涡度应该是正的 但是你往北边走的时候 行星涡度也变大 所以这两个都变成正的值 绝对涡度就没有办法保守 因为两个都在变大 在没有办法保守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 另外一种是西风往南边转 往南边转的话 因为这是顺时针转的气流 所以它的相对涡度是负的值 也就是它变小的意思 然后你往南走 F也变小 甚至如果万一你跨过赤道的话 你的F会变成负的值 所以意思就是 相对涡度跟行星涡度都在变小 那这两个同时变小 就表示它们两个加起来之后 也不可能维持常数 所以西风往南转的这种情况 也不可能发生 所以只要你有西风 在没有地形的情况下 它一定是维持直线运动 一直往东边吹 所以它不会有南北的偏转或是白档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吹东风 就是这个图的右半边 那个黑色的箭头往北转的时候 东风往北转的时候 这是逆时针转 所以它的相对涡度会是负的 行星涡度会变大 因为往北走了 所以一个变小一个变大 你的绝对涡度就有机会一直维持是守恒的情况 那这种是可以发生的 另外一种是东风往南边转 往南边转的时候 这个是逆时针的气流 所以它的相对涡度会是正的直 那往南边走的时候 行星涡度会变小 所以一个是变大 一个是变小的话 一样也是有机会可以维持绝对涡度守恒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发生的 那只是说你这个东风没办法持续太久 因为它就会一直转 一直往北边转 最后会转成西风 这种是没有地形的情况下 接下来是有地形的情况 上半部的图是垂直扑面 所以这里有X方向的坐标 然后垂直这里是Z 就是垂直方向上的坐标 然后这边这个是地形 就是有一个无限延伸的山脉 你可以想象这个山脉是垂直于这个萤幕 然后无限延伸的 现在有西风 在你的萤幕上 想象一下它是往你的右手边吹的气流 下面这个面呢 是Cita0的等上面 然后上面这个面是Cita0加上DeltaCita 比较高层的等上面 通常最靠近地面的那个会沿着地形起伏 所以它比较贴近地形 然后上面的那个等上面 它就比较没有那么贴着地形起伏 所以它比较平缓一点 那下面这里是从高空往地面看 这个气流的路径的图 所以这里有画X跟Y的坐标轴 所以上面是垂直扑面 然后下面是水平的 我们可以来看在气流过山之前 在左边这里的时候 它会有某个H的厚度 它是直线运动 所以相对无数5等于0 那在它移动到山脉的前缘的时候 因为上面的等上面往上提的比较多 那这种配置的情况 就会让空气柱移动到山脉的前端的时候 气柱会轻微的拉伸 那气柱垂直拉伸的时候 表示这个厚度有稍微增加一些些 那为了维持位窝守恒 所以上面的绝对窝度也要增加 那因为你现在还在同一个纬度上 所以你F行星窝度还没有增加 那你只好靠相对窝度增加 来维持位窝守恒 所以你的相对窝度会微微的增加 那你就会产生反中向的气流 所以这个你看水平方向上的话 气流就会开始微微的往北边转 那气流开始微微往北边转的时候 就会让行星窝度增加 因为纬度已经往北了 F开始增加之后 你的相对窝度就可以不用继续增加了 所以它会回到东西向的气流 接下来你就过山了 过山的时候气柱会很明显的被压缩 因为这个山脉地形变化比较大 所以你的下面的这个灯上面就会弓起来 那气柱明显被压缩 去明显的缩小的时候 分子的绝对窝度也要缩小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产生顺中向的气流 因为你的相对窝度必须很快的减少 它就很快的转成顺中向的气流 那一旦转成顺中向的气流的时候 往南走 纬度变小的时候 F就会跟着减少 气流开始往南走之后 F减少你的那个顺中向气流 就可以不用再继续转 它就可以开始维持直线运动了 所以气流它不会真的 就真的绕到西边去 它会维持直线运动 然后继续往南走 然后随着你的气流往南的同时呢 你的气柱也过三了 所以到三的背面的时候 气柱会很明显的再被拉伸起来 那被拉伸的时候厚度增加 所以绝对窝度要跟着增加 就会产生反中向的气流 这样你的这个相对窝度才会很快的变成正的字 反中向的气流产生之后 它就很快又绕回给边去了 所以你的F又跟着提高 那提高之后你的相对窝度就不需要提高那么多了 它就会再变成直线运动 那等到你比较远离山区的时候 这个气柱就开始有一点点轻微的被压缩 绝对窝度也要稍微减少一点点 然后但是你一直往北 所以你的F其实会一直增加 那你就必须要让你的相对窝度变成负的直 所以它就会再绕回来 变成顺中向再绕回来 那这个情况会让你的气流变成是往南边走 往南边走之后就会F变小 然后你的相对窝度就要再变成正的 那它就会再转成是反气旋的气流 然后往北的时候 因为F又变大 它就只好再转成顺时针的气流 让这个相对窝度变负 所以西风过山之后 你就会产生南北的气流的震荡 尤其会在这边 这个震荡会最明显 那这个气旋也会最明显 所以西风过山之后会很容易产生被风低压 然后后面这个气流的震荡就是Raspi Wa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